主席 关股的董事他们提到说会以股东会以这个背信来提告 作为借口来反对你们的这个重新议约 这个构电的这个成本 在我们来看的话 如果是民间的这个集团企业来看的话 绝对不敢说子公司孙公司敢于以这个借口来违反母公司的决定 我们现在就视不像 搞不清楚自己的角色 这个部长你怎么看 所以有关很多的董事一直用这个怕被小股东或其他股东告背信当理由来迟疑或是延宕或是不肯面对 这个在民间的集团企业啊 子公司孙公司的这个董事长董监事啊 绝对不敢用这个来违反母公司的这个这个决定 我在这边我都支持你啊 这个构电成本的这些相关的议约的动作 那我请问这样子可以节省多少钱 一年 那时候我们的目标啊 是以一年二十亿当目标 你看看 现在啊 我就觉得部长 今天我们要谈 改革啊 你就 不要永远都是啊 跟着各方的批判啊 这个走啊 事实上我们可以随便看台电要抓出来改革的地方啊 可以省钱的地方太多 我就举个例子 我现在二十亿是只讲IPP这一块 对啊 IPP电厂 七年共生有三十亿 是缺开的 你可以看到 好现在我们重点IPP 我支持你 而且强力的支持你在这方面改革 不不不那个的话就换人 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随便台电的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可以省钱的地方 我们就举个例子 黄仲求董事长他就提到 今年的七八月 今年的这个八月的用电啊 就是七八月一期嘛 对不对 用电不争反减嘛 对不对 你看到今年的七八月 比去年的同期平均啊 每户的家户用电度 省下二十七度 那省下二十七度啊 原来台电是预估八月啊 是要亏损二十九亿的 结果因为减少了使用的电的度数啊 结果就减少了使用高价的发电的这个能源 高价的这些能源发电 那些设施 那些采购 结果嘛 转亏为盈 三十九亿 来回相差就六十八亿 来回就相差六十八亿 那你在这方面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是加强宣传 这个节能省电 也加强这个省电 加电的这个优惠补助的这个机制 这个都是去年 这来发挥的效果吧 再加上民间感受到的这个用电 增加电费的以后的压力嘛 密集反应的 具体效果就是这样 来回光是加乎用电 一个月 就是六十八亿 我跟委员报告两点 第一点大概在每一年台电每个月份的这个盈亏情形都不一样 这委员可以了解 每一年大概在夏季的时候呢 比较有机会会有盈予 这是从历年资料来看 也是所谓季节性的因素 中间除了你刚刚讲的因素之外 还有因素是因为水利发电量上来的 对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 你说都有这样 可是商业用电 每家反而增加五十三度 没有 因为他给人家讯息是商业用电小电户不减 不会增加电费 他没有这个危机意识嘛 结果每家增加五十三度 公司行号 由原来的三千 这个一百三十八度 增加到三千一百九十一度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说商业用电这一方面 能够也能够配合的话 那又是省一百多亿 基本上委员刚刚讲的 大力推动节能减碳来降低用电量 这个概念我们是百分之百 对 所以我是说 部长我们今天当然大家都指着你的重点 是在民营电厂这个要降价 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你也不要把重心 只放在这么一项上 了解 你可以做省电的地方多的是 我们就举我们今天办公室 我们来讲 我们今天立法院 我们也要做示范 老实讲 今天这个温度 很多穿短袖的 我们看到大家都抱着手 很多穿着这个 这个西装 穿着厚厚的衣服 你就可以降低 你就可以降低嘛 那你可以看到 公司航号如果宣传 你也用电 能够降低 这个温度 能够省电 减能减碳 对不对 那我们公司航号八月 不但没有减 加护是减了27度 公司航号 反正增加53度 如果说也能够减53度的 不要增加这53度 减少 委员的概念 我反之百支持 就是说 你这个 因为增加那一部分 稍微降低 都降低到 比较高成本的 发电那一部分 对啊 你就这样的高成本 你就不要花高成本 去买那些电了嘛 对不对 你就省100亿嘛 这个完全了解 一个月就100亿耶 那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 你看看 光是一个月 加护用电 就是68亿 是的 那如果公司航号呢 我们对于 节能减碳的宣导 包括委员支持 这个节能 我认为哈 效果都很好 那请问一下部长 那 省电家电的优惠 政府还会不会 大力的去做 我们现在在 重新检讨 我跟我们报告一下 一个好消息 也是一个负担增加 本来今年第二波 就企业这一波啊 准备只有 35万台的家电 只有搞了70万台 好 你原来你要拿多少经费 来补助 一台是2000块嘛 对 你总共的经费是多少 7亿 7亿 现在会变得到14亿 我觉得啊 因为这已经生效了 我觉得政府应该 拿更多的钱来 好那这第一点 你可以看到德国政府 我刚才讲说效果很好 这个是你 我参加德国政府邀请的 黄诺球也 也 也 次长也去了嘛 那个时候 人家德国政府就是用 补助优惠的方法 他不但带动了产业 而且降低了用电 所以第二点 我评估一下 今天你刚提到说 有没有新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 我们就讲嘛 今天已经邀请同仁 对LED 要不要做评估 你看 我再考虑看看 对啊 LED用电的也去啊 现在我们也四大产业 LED也是四大 悲惨的产业之一啊 那你可不可以拿出 这些经费来补助呢 又带动产业 又健能减碳 又省掉台电 一个月 你可以看到 光是家户用电 每家省了27度 台电一年 台电一个月 来回就是68亿 所以我刚才讲说 完全同意委员的意见 是说 因为今天减碳 是省掉这高档的 费用的成本啊 对对 那我请问你 你现在只有7亿拿出来 你愿不愿意多拿一点 今年等于拿了14亿 包括第一期 那现在我 部长 今天政府都要求拿断燃的措施 我过去也咨询过好几次 又可以带动产业 又可以用时间能减碳 你可不可以多拿个 所以我刚才报告 我目前正在做规划 对LED lamp 如果做 总总说一个月之内拿出具体的做法 你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拿出来吗 对LED用电 我现在讲不是路灯 是一般的LED灯 一般的LED灯 它有没有可行的方式 我们来处理一下 我已经要求同事 你们在一个月之内会对LED 换用LED灯会有补助吗 对不对 不是路灯 家电也有 我现在讲 现在讲是等lamp 不是讲路灯 不是 路灯已经做了 路灯已经做了 我知道路灯已经做了 你说是家庭的吧 就讲一般的 一般的 也要有补助吗 对不对 我们准备再规划 一个月之内会拿出来 我们会规划出个结果 再跟我已经做报告 一个月之内会拿出来 我们应该一个月 不用那么长的时间 不要那么长的时间 现在正在规划 好 很好 我们希望不止LED 就是原来的省电的 省水的这些家电优惠 也能够拿出更多的钱出来 因为你看到吗 台电这样子八月就省了 因为这个 这个当年都要有裁员 当年都要有裁员 就是刚刚打个比方 35万台变成70万台 从7亿变14亿 这7亿从来来 就变成一个预算上的 所以说 你这边省下的钱 你就可以政府的财务 是这样子在调动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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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经济部长 因为这边花一点 台电的那个 好 我接着再问你 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可以大量 减台电的这个亏损的 备用这个容量率 你可以降低吗 现在平均来讲 我们的产能利用率 只有59% 那你备用容量率 现在远远都已经高于 我们的16% 你这个也可以降低啊 我跟我们报告 我们已经 这个你降低了两三个百分点 你就可以省起百亿啊 我们已经完成程序 已经 部里都核定了 因为这经济部核定就可以 已经降到15%了 百分之15 是的 降到15% 可不可以再降到12%呢 因为这个找专业评估过 因为怕限电 怕电不够 可是你可以看到 那等于是减少投资了 可是现在如果你有相当 这些配套的措施 LED的这个 这个这个补助 对不对 它的预期就越 也要跟着相对的调整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当然我们用15 我只不过提示出来 好不好 我们民意代表 我们是看到了 听到了民间的心声 听到了业界的心声 我们反映出来 谢谢 对不对 而且学界也跟我们讲 大家不要执着在这么一点 民营电厂这方面 好像就已经做了全部的改革的 没有没有 你可以做改革的地方 还有很多 如果你把你的备用容量率 降到12% 很多国家也是这样子啊 我跟委员报 大部分国家都比这个高了 目标是都大概 可是台湾的情形 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们过去浪费的情形 太多 而且你高估了嘛 你严重高估嘛 我另外再问你一个问题 也可以审 审 审 审很多台电预算 你必须要面对 何事这个前坑的问题 你势必要面对 何事前坑的问题 你要怎么解决 我跟委员报告 对经济部分台电来讲 何事一定要在最短时间之内 赶快让它商转 马上商转 那就是灾难 不会马上 我是说赶快 赶快 马上是做不到 而且要确保核安 现在何事就是投入 商转的话 也只能够增加6%的 我们的用电 对不对 你现在你可以看到 平均来讲 我们的备用容量率 都在20.6% 但是核能的整个的电成本 是比我们目前电价 是要低很多的 是要低的 可是它的 它的这个社会的成本 是很高的 它的风险成本 是很高的 整个北台湾 台北新北市 都没有发 如果发生问题的话 刚才包括 它的潜力叫确保核安 这是全体 所以说我认为 确保核安的潜力下 现在是一再的 各种各样的 现在你19项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检查线 才过三项 对不对 三项 这个设备系统 才过三项系统 你说核安总体检 那个 那个都有照 那个云能会的要求 在办理 现在你19项的设备系统 检查 现在才过三项 而且每过了一项以后 其他的又要重新的配套 也要调整 很多人就跟我们讲 这就是这个前坑 这就是前坑 大家今天面对一个问题 核四在建厂的过程中 有这么多的波波折折 然后有这么多的风险 老实讲 现在在这个 一再的这个检查设备 说确保核安 这个也只是个借口 只是在你们的任期内 不要让它运转而已 然后就是一直花钱嘛 我觉得台电也要面临 核四啊 就让它停 就停建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事实上台电的大部分的费用 都已经花了去了 设备也买了 厂也盖了 都已经花了去了 你还不是还要再追加预算吧 还要再追加500多亿吗 那那个相当 相对已经花了钱 都已经花了去了 对 可是你要考虑到社会成本 直直生生的 核灾的成本 这个了解 所以我在这边我认为 一定要确保核安 台电一定要面对这个 核四全坑的问题 你会不会严格的面对 严肃的面对 我们是非常严肃在面对这个 核四全坑的问题 我们是非常严肃在面对 核四的意义